相神被奉为幸运之神 他不但受到普遍信众的喜爱 同时也被泰国的各门派奉为师尊 因相神及智慧艺术及神通于一身 就算是泰国的艺术厅部门 艺术大学及工艺大学等 都以相神为标志 泰国的拜师日也一定少不了相神 在泰国大象是最有记忆力和友善的动物 而且很重情重义 凡是有求事业顺利的人们 都会预先祈求相神的支持 在缅甸和印度等东南亚国家的佛教文化中 他也是受尊重的 有很多朋友会疑问 相神右边的牙怎么是断的 传说当时正处于打仗的时候 相神和对方打得难解难分 一直未分胜负 再这样下去是不利于众生的 相神思索了很久 不能为了一己之私而不顾众生 还是要顾全大局 所以在和对方打斗的过程中 故意让对方打断自己的一颗牙 来认输以换取和平 相神后来一直拿着一颗断牙 时刻提醒自己 在和别人争执的时候要退一步为上 退一步也是智慧的表现 佩戴相神时更是提醒自己要灵活一些 走不通的时候就退一步保护好自己 相神寓意财富智慧健康成功 不同法相的相神有不同的寓意 两脚直立般站立的寓意财运工作和学习 双脚盘坐寓意镇宅智慧考试和灵感 两脚有前后寓意人员助人际关系等等 相神佛牌佩戴静记 在同房的时候是不可以佩戴相神佛牌的 以免使佛牌不清净也对佛像不净 应该将其取下放入柜子里 洗澡游泳时最好是不要戴 除非它有那种专门的防水外壳 一般的佛牌外壳是不防水的 若是佛牌受到了损坏 已经不能够再佩戴 那么也不要当垃圾随意扔掉 若是佛牌的链子坏掉 或者是不够喜欢的话 是可以自行配换的 这点不会造成什么影响 泰国相神是以温和沉稳为个性的神 他面目慈祥 注重自己的专长 正所谓树叶有专攻 相神的个性非常分明 也可以说有点互短 与自己无关的事他不会多管 但是要与自己沾边的事 他就会一直管下去 这也是为什么泰国民众 爱戴他的原因了 欢迎订阅本频道 了解更多佛牌知识